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三 各位同学下午好 我们今天一经高级班 讲美国的整个大趋势 有一句俗话叫做 可以不失智 但是不可以不适人 一个人的眼睛 在这社会上生存 如果你不会看人的话 就到处走不通 今天我就跟各位同学讲 我们如何从数字简易 去看人 看人通常都是需要 几天的时间 一段时间的磨合以后 你才了解这个人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每天接触这么多人 你如果要花这么多时间的话 可能会有很多的错误 我们现在就是教你如何 10秒钟看人 你时间越短越准 你人生成功的几率就越大 那我们现在如何看人呢 现在这个我们又拿 我们手洗的事情 在这个星球上 最有权势的人 就是我们的特朗普 我们想要从数字遗迹里面 去看这个世界 从数字遗迹里面 现在这个年龄 我们今天看到他以前雇的一个雇员 叫做波尔顿 波尔顿 这个人我们一看他的数字一经 就是他也缺一个什么东西 他也缺火 两个都缺火的人凑到一起 现在对簿公堂 两个打起官司来了 为什么呢 这两个人就是做事情 就是兜不到一起去 如果你是缺火的人 你就要找一个有火的人跟你合作 这样才能弥补 结果这两个人都缺火 这个事情兜不到一起去 就搭起来了 所以花了这么多的钱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最后白做白搭 所以我们从他们的身上 可以学到很多经验 那我又把这两个人找出来了 所以目前他们两个是打得不可开交 但是呢 我们算了一下他 拜登这个人呢 缺什么呢 缺武 就是缺方向 就走哪里的迷路 经常说错话 就是掉精神 就是不够灵活 就是容易迷失方向 但是你算一下这个贺锦丽 一算他这个人就是五号人 所以他们两个的合作是天衣无缝 所以我们做事情呢 在做之前呢 花十秒钟 你看一下他们两个之间的问题 你就不用着做这些无用功了 浪费时间 那我们等下把他们这四个人的这个 这个生命数字 这个拿出来来分析研究一下 我们的主题叫互补于缺失的基因 那就是我们要把缺失的地方找出来 让他做个互补 别到时候两个都缺就出问题了 你看这号码 他是1946年6月14号出生的 14加起来是1加4得5 6就是6 1加91 4加61 5加62 11嘛 5加611就是1加1等于2 1加1等于2 2加2等于4 他四号人 这个四号人 他现在走的是336 就是雷天大壮 是讲八离乎七壮的 好像谁都欠他的 最后我们算了一下 这个道三角里面呢 没有什么 没有三 你看这里面没有三嘛 也没有七 也没有八 也没有九 然后二三七八呢 这里有有二嘛 不是不是 三七八 三这里有三嘛 七这里有七嘛 这里有八嘛 就是缺九 所以我们一看这个就知道 这个人呢做事情呢 就是火候不够 好像不是做多了就做少了 就是出问题了 那我们现在看看那个波尔顿 就刘白胡子这个人 他是八号人 他是一九四八年 十一月二十号 数数了 先接住 二二一四八十二 就是一加二就是三 二二就是四 一三就是四 八号人 四四就是八 他八号人 他呢缺五七九 五七九 你看下面有没有 有五七都有了 就缺九 跟波尔顿一样缺九 缺九的人就是 就是缺这个火候 那碰到碰到朗普了 就两个人都缺九 都做事情都 都抓不到这个 两个人的这个 都一样 所以就出问题了 我们从这里面 可以看到个人家庭 到国家 个人插之好里 失之千里 如果说个人出点问题 还好说 这碰到国家的话 那出大问题 好 那我们再看看 拜登和贺锦丽 这拜登是二号人 你看柯林顿 欧巴马 雷根都是二号人 美国这些总统都是二号人 二号人是什么呢 沟通 二就是地嘛 坤嘛 你看地 你重斗 德斗 重瓜 折瓜 他就是 他跟你沟通的 那拜登 他的生日是 1942年 11月20号 二得二 一一得二 一九得一 四二得六 二二得四 一六得七 四七 十一 十一就是一加一得二 二号人 对 然后 他缺什么 缺三五八九 他是不是缺三五八九 三五八九 你看三 下面有三 有八 有九 是缺五 缺五 结果他一定是高人指点 他才能找到这么一个合作伙伴 是刚好是五 就补足了他的缺点 是不是 我们再看看贺锦丽 贺锦丽是五号人 我们看五 你看谁是五呢 帝锦丽 特朗普的官员 CDC的官员 这个博士 他是五号人 但是 川普整天跟他 搞不来 他五号人 五号人是很灵活的 马蒂斯 他也跟他搞不好 把他炒掉了 马蒂斯 他也跟他搞不好 马蒂斯是谁呢 美国的前任国防部的 马蒂斯这个人也是很灵活的 但是川普整天要他去搞中国 马蒂斯就心里 你去找了一个麻烦干什么 结果他把他炒掉了 贺锦丽 五号人 贺锦丽 他五号人就跟拜登 就搭配起来了 你看拜登 这个美国的总统 为什么都二号人 就是他很会跟别人沟通 这个四号人呢 就是很喜欢计算 搞策划的 喜欢搞一些小动作 他就老认为他自己底边 聪明 美国的总统都是二号人 还有六号人 六号人 尼克森呢 什么这些人都是六号人 二号 四号人很少 就选出来川普这么一个 他为什么会选出川普来 就是现在这个时代 就喜欢这种人 因为川普上来 他很精灵鬼怪的 他看中美的情况 他就搞中国 他就 他就可以赢 所以他整天就抓中国 就不放手 底下人就选择 他选择 但是其他的这些二号的总统 他很清楚 跟中国你要跟他沟通 你不能跟他硬来 跟他硬来 你弄不过的 所以 现在就是碰到拜登上来以后 一定是高人给他指点过 他缺什么 你看拜登到哪里去 经常说错话 说他迷路 找不到方向 他选什么贺锦币出来 就替他抓住方向 所以现在 说 有人很多人问我 你可以算一算将来 谁会选上来 是拜登选上来 还是川普选上来 我就跟他们讲了 我说 谁选上来 都要跟中国搞一样 那现在就是 贺锦丽和拜登 他们选上来 他们是来阴的 跟你周旋 就所谓的 温水子青瓜 那你不痛不痒呢 就被给 怎么 怎么讲 就是被给阻吧 就把你给炖了 这招是厉害的 那川普上来呢 就是他跟你来名的 他不跟你来 他直接就跟你怼 所以很多人还喜欢川普 为什么 因为他好对付 他跟你来名的 直接咬当 他打了过你 打得吃你 打不过你 那你就退了 所以你说谁选上来 其实都一样 就是你要 眼睛要 要睁大点 要会看人 川普上来了 用一种方法 拜登上来了 用另外一种方法 你不能老用一种方法 你就 就迷路了 就跟拜登一样 上来老说说话 但是川普他送了贺锦丽以后 他就不会迷路 因为贺锦丽很灵活 这个 我们看看贺锦丽 1964年 10月20号 属大龙的 撑得住 场面撑得住 天平坐的 他很会 搞平衡 2就是2 10就是疑 1951 64就是1 他三个一 三个一 算大钱的 就是亿万福 那个 马云四个一 马云是大龙的 所以 他将来 飞光成大 你看看他这个 二一的三 一的二 三二 五 他就五号人 五号人是 很灵活的 看他缺什么 他缺的东西不少 四六七八九 你看 但是下面有四 也有六 也有七 也有八 也有九 所以这个人很平衡 他是天平坐的 不缺东西 就这样的了 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呢 我们今天呢 就是讲了这四个人 这个四个人 以前我们看不清楚 这个环境 这个社会将来会 会怎么发展 看了这个几个数字 马上一目了人 以前我们就是 孔夫子说 贵之生 焉之死 你现在都搞不清楚 你怎么知道 你死了以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 先把生搞清楚 就是你在目前这个阶段 你搞清楚了 这个读历史之心记 你读会了这个以后 你就知道将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要不然整天 就是迷迷糊糊的 一辈子迷糊糊的 这个家里个人的事 家庭的事 国家大小事都迷糊糊糊的 你怎么能够发财呢 是不是 你就整天就是 被人家随大溜 你一个人要成功的 能够登高一乎 人家都听你的 你现在讲 我今天讲出来这个话以后 大家就听你的 你就是这个社会领袖 如果说你这个说不出来 你现在都说不出来 你怎么会说出来 外来的事情 好 今天就这样子 下礼拜见 谢谢 谢谢